最新的现场还要来看到台北市信义区夜店不平静 松手路上面的夜店上个星期五才刚刚复夜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凌晨散场的时候 接连发生了两起斗殴 第一起有11名酒客互看不顺眼 在马路上大打出手 导致一名男子他的头部有四列双送医 而第二起则是有4-5名在夜店外逗留的酒客突然打了起来 警方来到现场喷洒辣椒水将人压制带回 而附近的殿下说 其实第一波发生集体斗殴之后 警方没有把还留在现场的这个酒客给驱离 才发生了第二波冲突 而这两起案件全部依照聚众斗殴 还有伤害等罪一送法办